谈到瘦身减肥 除了要多运动之外 运动的时间点也是相当的重要 会让瘦身的效果有差异 在荷兰就有研究发现 在中午跟午夜之间运动的话 可以更有效降低 导致体重增加的胰岛素阻抗 让减肥的效果提高之外 也可以减少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把握中午好天气 不少大人小孩一早就到运动场来活络筋骨 趁着白天有太阳到户外补充维生素D 而如果是想要减肥瘦身 在不同时段运动所产生的效果会有差吗 在早上中午跟晚上哪个功效最好 应该白天吧 为什么 因为晚上就比较想耍废 因为一日之气在一层 然后能够把筋骨动一动 然后让身体活络起来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到底在哪个时段运动减肥才有最高效能 有荷兰的最新研究 去比较7000名受试者 在不同时段运动之后 胰岛素阻抗的下降程度 发现在全天平均时间运动 是下降18% 在下午或是晚上去运动 却可降低25% 较能提高血糖的利用率 认为在中午到午夜 这个区间运动是最佳的运动时间 还能减少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黄昏之后 胰岛素分泌的量会明显的比 层间的或者是清晨的胰岛素量多 就像我们体重越重的人减肥的效果就越好 那它能够得到下降缓解的效果 就会得到越好 医师认为不同时段的运动效能 其实差异不大 重点在于持之以恒 才能看见身体出现的正向变化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 台北报道